是最早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在三年前参与过 这个我们在这个Sharmon广场去游行去声援 文贵先生这群老战友们都分享了 我们是正好是899天 这个数字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就是一个就最高 这个9是一个就是最高的一个数字嘛 99归1嘛 那我们也相信呢 虽然今天我们的郭先生不能在18楼 就是说是去像这个899天前一样去看着我们 但是我相信因为我本身我是有宗教信仰的 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天人是有感应的 通过这个伟大的我们在天上的父 能够将我们现场战友的这个这份支持他声援他 并且我们的正道主义的这个火焰 能够通过我们天上的父去传递给郭先生 并且我们更更欣喜的看到我们的这个郭美 还有我们的七嫂也给我们送来了这个奶茶 所以这都是一份神迹的体现 那么另外呢我在这个摄像头前呢我要说 我是一个受害者 我所受的迫害来自于SEC 完全基于中共的迫害去非法的扣留 我们在GTV以及所有这个喜马拉雅系列的 这个合法的投资的这种扣押造成了我的这个损失 我在镜头前我要给你们SEC所有的这些与中共勾结的这个官员说 以及透过摄像头我要用英文向这个美国的这些爱国者说 你们愿意看到就是你们的纳税人所资助的这些SEC这些官员 去和中共勾结去迫害在中国的在美国的这些中共的异见人士吗 这个问题我希望这是应该是值得所有的美国爱国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的受害来自于你SEC你FBI以及DOJ 与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llaboration to set to persecute the mouthful one of the high profile Chinese dissident 谢谢谢谢感谢文恩 所以我们受害是受害于SEC 受害于DOG 受害于FBI Free mouthf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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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